主料,琼汁4克,琼汁8克,糖桂花70克,红豆沙360克,辅量,水260克,水360克,盐2克,细砂糖60克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先制作水晶桂花羹的材料,琼汁用冷水浸泡,锅里倒入水和糖桂花,烧开,烧开后,转小火。 放入琼汁,继续煮2-3分钟,煮的时候,不断搅拌,直到琼汁完全融化,琼汁完全融化后,倒入搅拌碗里,将搅拌碗坐在冷水里,不断搅拌直到冷却到50度左右,把水晶桂花羹也倒入八寸,不沾模具中,将模具放在室温下,放至约一个小时,直到混合物完全凝固,就成为水晶桂花羹了。 现在来制作红豆羊羹,这是原料,锅里水烧开,放入琼汁,小火煮2-3分钟并不断搅拌,直到琼汁完全融化,放入豆沙馅,搅拌至混合均匀,豆沙馅和水混合均匀后,放入细砂糖和盐。 要搅拌到糖和盐完全融化后,就可以关火了。 煮好的豆沙馅倒入搅拌碗里,坐在冷水里并不断搅拌,室温度才降到50度。 之前做好的水晶桂花羹凝固后,在上面倒入红豆羊羹馅,然后,放进冰箱冷藏一个小时。 直到凝固,凝固后,从模具里取出来,倒扣在操作台上,将底部的模具和底板拿掉,使水晶桂花羹层朝上,用刀切成小块。 烹饪技巧 1.琼汁,又叫羊菜,是一种从湿花菜或其他红枣里提取的凝固剂。 在菜市场或超市调味品货架上都可以买到,十分常见,一般是资状的,2.7粒丁片相比,琼汁需要更高的温度,才能融化在水里。 而温度降到40度以下,琼汁就会立刻凝固,因此,做这款羊羹的时候,倒入拇指之前,不要让温度降得太低,否则还没有倒入拇指就会凝固了。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,可以重新加热一下,让它恢复流动性。 3.琼汁不能用极力冰片代替,它们的凝固温度,口感,做成的成品物理性质,都具有极道差异。 4.水晶桂花羹,倒入母具后,不要心急而将它放入冰箱冷藏凝固,因为冷藏过后再取出,水晶桂花羹表面容易结上一层水气。 5.在倒入空的羊羹后,两层会无法粘合在一起。 5.如果没有方形的模具,也可以用八串的圆形蛋糕模代替它,除了做出来的形状不一样。 7.是一样一样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关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